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假如顶流王一博和杨子在一起了会怎么样? 假如王一博和杨子在一起,南方粉丝会大量流失 两人各自的商业价值和人设定位同样会发生很大变化 总体来说,两人恋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远远大于正面的效应 作为顶流明星,王一博的粉丝群体数量庞大 在现有的粉丝群体中,博军一销CP粉占据很大比例 从以往情况来看,假如CP中的一方宣布恋情 绝大多数的CP粉会选择脱粉回彩 如果王一博宣布和杨子在一起,很有可能会失去大量CP粉的支持 而在微粉群体中,女友粉的数量同样非常庞大 公布恋情的同时会让大量女友粉流失,对于王一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相反,杨子的粉丝群体包容性比较大,粉丝对于偶像的恋爱比较宽容 从杨子以往的恋爱经历来看,自身的恋情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粉丝流失 粉丝群体中绝大多数是事业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恋情对于两人的影响程度不同 王一博的粉丝会大量流失,杨子受到的影响反而很小 对于艺人来说,恋情是一把双刃剑 明星在恋爱后人气大幅度下滑,从而会影响后续的资源 作为流量明星,王一博的公众形象非常重要,对于粉丝的依赖性很强 目前王一博所达到的顶流高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数量庞大的粉丝 然而对于流量明星来说,恋情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恋情所带来的好处 假如王一博和杨子在一起,南方粉丝可能会很难接受,因此导致人气急速下滑 对于王一博事业的发展来说,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公布恋情的偶像在后续资源和商业价值方面,发展远远不如从前 陆寒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假如王一博和杨子在一起,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与陆寒非常相似 从顶流明星的位置跌落,自身发展远远不如从前 王一博和杨子属于流量明星的范畴,同时两人以往的公众形象非常好 并没有相关负面新闻 因此比较理智的粉丝对于两个人的恋情会持有支持的态度 同时因此产生两个的CP粉 与此同时,两家粉丝群体中激进的微粉群体同样会不断发生争吵 内部矛盾不断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两人大概率会低调处理恋情 这样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上维护原有的粉丝 同时避免粉丝言论的影响 明星对于人设的定位非常准确 王一博的人设是钢铁直男 因此粉丝对于恋爱问题一直非常放心 但假如王一博选择与杨子在一起 原有的直男人设崩坏 对于个人形象来说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明星的人设相当于自己的象征 恋爱后的王一博只能开始自身的转型路线 从不同方面重新塑造个人形象 明星恋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目前王一博和杨子均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两人的恋情对于各自事业的影响非常大 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对于流量明星来说 事业和爱情通常不可兼得 公布恋情的后果只能自己承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